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好吧 危险的话我们可以搜一下你的身体吧 要不然给你看一下录像 一定要进 现在在马路上困点任何东西 没人去干净 为什么 因为没有信赖 是不是 你以为这个就是个天象雕馅里面 但是很多人不敢捡 他偏偏走得挺远的 看着谁会去捡 有没有这心理 就是因为没有信赖感 所以说现在我们该信赖感 他不相信你卖什么呀 我们的化成师成为老板的 卖什么客人都会买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没有建立信赖感的时候 千万不要贪贪 别贪贪 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跟客户做需要兽的时候 一定要先建立信赖感 然后再去销售 然后第二句话 没有做到产品价值的时候 不要谈价值 说这两句话 就是销售 没有建立信赖感的时候 你别谈谈就 你谈他就认为你在强销 当你有信赖感的时候 他说小姐这个很漂亮 行你说的我会相信 我就买 那个买的东西 他顾客有的时候 记着销售不是买产品 销售是买一个服务态度 他说你的服务很好 你很细致 你很细微 我帮你买 买的是一种态度 不是你的产品 类似的产品他会找到很多 但是他买你这个人 没有建立信赖感的时候 千万不要谈产品 没有说到产品价值的时候 别谈价格 这个价值没有的话 我们到商店去买衣服的时候都会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一说烫化多少钱 三百八太贵了 你说一百八太贵了 你说一百太贵了 你说五十太贵了 明白这意思吗 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 顾客一说 这个一百三百 太贵了 太贵了不是贵 太贵了已经变成了流行语 是不是这样 他既然想买 就说明他有准备 既然想烫化 他就先有准备 他只是想说太贵了 跟你去谈价钱 找一个资本东西 太贵了不是贵 但是我们怎么回答他呢 小姐 这个东西确实很贵 首先要配合他 说您真有眼光 我们的东西确实很贵 我现在很多徒弟在海尔公司 在平安保险 我收的唯一不是这个行业 就是我的销售 他可以卖什么都可以 买裤子 太贵了 确实很贵 你看你就是很实货的人 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很贵 一定要先配合他 你说不贵 他就说贵 两人在跑了 两人就说 这个不贵的 这个很好的 很漂亮的 真的不贵的 怎么不贵 你看人家现在同市场的人 卖的很便宜 你为什么这么贵 他会讲很多理由 在跟你讲条件 确实很贵 我们这东西真的很贵 你配合他 然后呢 小军军真有眼光 这么好的东西 我觉得很配 你买这道理 你说不贵 他不相信 他的脑子里已经告诉他 这个东西是贵的 你不要跟他去讨价还价 是不是 你是太累了 这个课程都不喜欢听我车场了 我还没跟你讲别的呢 讲如何应对难谈的客人的时候 你就得这样 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太贵了 不是贵 太贵了就变成了流行语 只要他想上话 他都有准备 顾客说没带钱 不是管他没带钱 所以说呢 或者教你们真正女人的时候 为什么女人就这么难 所以咱们的声音就听女人 这个女人很容易聊 她也不是贵 这个一定要配合客人 师傅这个颜色太红了 是不是红了 不过配合你的气质 就特别漂亮 你说不红 他说红不红红 是不是这问题 跟他对着干啥 他竟然已经思想到他认为红了 你说红红他信吗 对 你说这头师傅这头剪短了 是啊剪短了 为了配合你的气质 要剪这么短 我们以前经常给顾客 剪个刘法 他还剪到剪刘法 师傅太愣了 能够打包一点 这很好的 这是今天流行的 没问题的 你把它忽悠走了 那回家同事一看 家里人一看 你在哪剪刘法啊 这么难看 真难看呢 那我还去找他回去修一下 过来天就来找你 师傅都说难看 是不是打包吧 你的创意 你的思想没了 被他一句话搞掉了 但是我教你 小姐 就是因为你的眼睛特别漂亮 所以你说我要给你剪这个流行 真的 真的 你的气质特别适合着 回家说 为什么剪这两个孩这么难看 谁说 人师傅说我眼睛漂亮 是不是这样 你让我眼睛漂亮才适合这流行 他帮你解释 问题就这么简单 干嘛把他弄不咯嗦 你要不咯嗦 你要不去证断讲女人 太棒了 男生不在这儿 你还是听到了吧 女人是听觉动作 第一点 女人是听觉动作 女人不想听的都是 人员 不感じ 旺 可 我 对 我